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每次去朝食都告诉自己 不要买零食 但走的时候还是买了零食 昨天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要拍这个视频 我去朝食只买了零食 很多很多零食 今天我告诉你们欧洲人有什么零食 大家好,我是阿地利的小虎 这些都是很好吃的欧洲的零食 也是我最喜欢的零食 可能有的你们在中国买得到 可能有的不买到 开始了 我不是常常想的 太多零食 我们先总天的开始 这个是包米花配 Caramel 这个是和维扎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宝宝 从欧洲 我喜欢 他们有一个 保持它新鲜 但主要你最终结束了 很脆很脆的包米 它是一个 不是太甜了 但是 如果你吃三个四个 我觉得 超级香 这个是Classic 它们有另外一个味道 是Salty Pretzel 所以里面有需要的 Pretzel pieces 一点甜 一点鲜 一包 是两块 欧元 十六块 人们米 你们觉得贵不贵 我觉得这么大的包 这个价格还可以 这个是 Toni Cocoloni Mandel Meersalz Himbeer Chokolade Vollmeer Chokolade Karamell Meersalz Röland Peizze 我特别喜欢它 因为它是一种 fair trade 他们购买的 Coka 从African farmers 直接 然后 人们 努力 得到什么 他们购买 然后 这个也是很厚 一百八十克 一寸块 加个 十三块 五欧元 所以 也贵一点 二十八 人们币 左右 我觉得他们的 巧克力 design 也很有意思 也不是像一个 普通的 巧克力 就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 里面也有 海盐 和果然 很现成 下一个 是一个很 出名的 曼娜 因为 曼娜是 奥地利的 牌子 所有的奥地利人 都认识 曼娜 如果你认识 一个奥地利人 你可以告诉他 你喜欢 曼娜 他会 了解你 一块就是 七十 毛 是不是 三分之三 中国人我不知道 喜欢 不喜欢 因为有点干 最好配 牛奶 和咖啡 吃 因为 一点 乳酱 冰 冰 每天 我们去 hiking 每天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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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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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的 孙子 下一个 日式的 Kegi 这个 像 Manna 有一点 羊的 它也像 Waffle 或 Nougat Creme 它们也有 不同的口味 这个是Dark 我觉得 普通的 没有怎么好吃 所以如果你们想试试 一定要买Dark 一个 这种 是 两块 鸡 所以 二十二 人们比 好吃好吃的 黑巧克力 没有怎么甜 我觉得 你们 会很趣 话的 哈佛 大了 这个 在一家可以买 在后方 如果你们在欧洲 在后方也可以买 一大盒 是两块 无欧元 所以 二十块 人们比 我觉得 超级便宜 因为 这么多Cookie 你们觉得 便宜不便宜 评论 花旦目 告诉我 我非常喜欢 这个Cookie 但是 天死了 可能吃一个 两个三个 你觉得吃一顿饭 外面 有这个 哈佛 Cookie 里面有一点 巧克力 这个饼干 感觉 是油炸的 所以 非常 非常 脆 有点脆 现在 开始吃 清台的 咸的 零食 第一个 是 面包 chips 这个有两个不同的味道 一个是 葡萄 然后这个是 大蒜 一袋是 一块三 欧元是 十块 人民币左右 好 超香的 大蒜 味道 就一个 小小的 麵包 好嘴 好香 配一点 芝士吃 或 吃一点肉 配啤酒吃 好好吃 第二个 鲜的东西 是 这个是 一个盒子 就是 90克 是 2块 3 欧元 18块 人民币左右 也要不同的口味 classic parmesan 芝士 然后这个是 辣的 我最喜欢辣的 这个 配啤酒吃 和配盐 芝士吃 好 非常 这个是 风干的 不是 猪的 酱酱 所以是 瘦的 不是 生的 嗯 香 噢 香 很香的 伊德里的 汁士的味道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鲜的 是 这个 Soletti Bretzel 澳洲 大家都认识这个牌子 Normally they make this kind of Soletti Sticks 我 没有这么喜欢这个 Sticks 但是这个 Bretzel真的非常喜欢 一块 一块5欧烟 所以 十二块 人民币 左右 有一点 这个 老个的味道 一个 Pretzel 看这个是这样 真的很浅 看起来像一个 冰干 脆脆 太 light and fluffy 有一点 老个的味道 太鲜了 This is perfect for some drinks or 看电影的时候 去点零食 这个也没有这么肥 所以 Nice snack 芝士小吃 来了 这个 叫 Pettis 我买了在 18 两块欧烟 所以16块 人民币 It's not 油炸的 Gluten free Lots of protein 因为芝士里面 80克 两块欧烟 有点贵 但是真的非常好吃 So it's like a small pocket of dough 里面有吃 嗯 浓郁的 芝士的味道 但是不是 粗粗的 芝士的味道 有点像 Cheddar 可能也不是太咸了 如果你们想要 记下一个 芝士小吃 这个 很好 另外一个 是 这个 在 芝士小吃 他们叫它 Fladenbrot nach Sardinischem recept 这个 好 这个 是三块 欧烟 也 四块 RamanB B 不知的 中文 你们告诉我 吃饭 Cyak Pian MianBau Pian 什么 这些 不知的 可以 炸的 真的,secret tip 最后一个干肉 这个干肉是从3 因为在欧洲我们没有这么多 beef jerky 它是比较美国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Bavarian牌子 它们有不同的口味 这个是黑胡椒 这个是辣椒的味道 都是牛肉 但是它们也有猪肉的 一次种袋是75克 它们也需要带25克的袋子 一个次种袋子是4欧元左右 所以35块人民币左右 你们觉得这个是贵不贵? 请评论科弹幕告诉我 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 因为它们都是辣 可能欧洲人觉得很辣 我觉得这个黑胡椒的 一点点这个不要辣 你可以把它把它拆开 你看看 好好吃 我只有一小块 已经流口水了 它是很脆弱 它是很脆弱 它们做得很好 我在近海吃的牦牛肝 比这个很香 这个带着我在Metro买的 好好吃 看了这么多欧洲的零食 你们觉得怎么样和中国的零食有什么不同? 请评论科弹幕告诉我 这个也是第一次我做一个自动视频 所以你也请告诉我 你们喜欢 不喜欢 如果你们很喜欢 我可以做给你们 我们还有另外这种视频 下次见 我吃点多零食吧 谢谢你 看我的视频 是你 让我想要努力拍更好的视频 和说中文 点赞 分享 和 带来 你 自己 想要吗 ske 不 来